《长月济明》是由罗云熙白鹿领衔出演的仙侠剧 讲述了一代魔神弹台禁与横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三世聂恋的故事 《长月济明》正在热播 在剧中 萧林的前两世结局都不怎么好 然而她的第三世结局又是一难平 第三世萧林改名叫公也纪吾 是庞一之逆天改名重塑了萧林 才有了第三世重生的公也纪吾 然而第三世公也纪吾却喜欢上了小师妹黎苏苏 第三世的公也纪吾喜欢上黎苏苏 也不知道有没有弹台尽心投血的缘故 后来又爱上了墨女 会不会也有夜冰长的情人类的缘故呢 黎苏苏历劫归来 对大师勋公也纪吾很是生疏 公也纪吾也发现黎苏苏变了 变得跟自己很疏远 为了怕婚事恐生变故 就跟黎苏苏表白 提出了他们的婚约 没想到被黎苏苏拒绝了 还想着解除婚约 公也纪吾没有放弃对师妹的感情 直到黎苏苏和黎苏苏重逢 黎苏苏心里忘不了黎苏苏 又不能拖着大师兄不放 这样徘徊不定对大师兄不公平 所以才下定决心彻底断了大师兄的念想 拒绝了大师兄公也纪吾 黎苏苏再次拒绝了大师兄公也纪吾 大师兄虽然嘴上说已经放下苏苏 但终究还是没有死心 直到淡台晋魔胎身份曝光 黎苏苏说出了真相 黎苏苏和淡台晋两人和好如初 公也纪吾失恋 彻底心灰意冷 公也纪吾永远都不知道 黎苏苏拒绝他的真正原因 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淡台晋 黎苏苏拒绝大师兄公也纪吾 确实是因为忘不了淡台晋 即便不能再续前缘 也还是放不下淡台晋 但其实黎苏苏拒绝大师兄公也纪吾的真正原因 并非淡台晋 而是对萧领的愧疚 黎苏苏不想再失去大师兄了 不想大师兄再因他而死 所以他果断拒绝大师兄 断了大师兄的念想 黎苏苏已经失去过三次了 都是亲眼看着他死在自己面前 第一次是心魔神屠露仙门 大师兄未救他而死 第二次是成为桑九的兄长 桑九没能来得及救兄长 最后到死也没来得及复活兄长 第三次是萧领 叶西雾被淡台晋控制误杀了萧领 所以说 黎苏苏害怕看到大师兄这张脸 她看到这样脸就像看到萧领 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害死了萧领 愧对萧领 所以第三次不想大师兄再次因为他而死 就拒绝了大师兄 她希望大师兄能为自己而活